大家好 我是TED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YY10T爬坑型的一场比赛 在之前遥远的不久不知道大家有忘记没 这场比赛SKY 他是以他的视角来做了一次 据说把我给调戏的钥匙那么不行 我忍不下这口气 我必须要以我的视角来解说一场这次的比赛 这边是Z进来就把我们给认出来了 哈喽哈喽哈 还挺开心的 毕竟遇到认识的朋友的话 打起来也是非常的开心的 哪怕我们就是输了 或者是怎样 都是非常开心的 这边我们是个双暗夜 双暗夜的话 我从我的大脑里开始找一个剧本 看一下是什么 SKY这边问我是准备发什么 发KOG啊 KOG那么帅的一个英雄 你居然告诉我不发 好SKY直接说他发白虎 我发KOG 然后呢双暗夜有很多种玩法 之前SKY也是秀过一次 不出英雄 然后3b2暴女裂把人家给带走的 然后现在呢我看一下 确定战术之前先看一下人家是什么种族 其实双暗夜的话可以玩很多空军的 像脚银配精灵龙这些打法都是非常好的一个打法 然后但是在之前 哎看到一个人族 人族一个抓到野生人族一只 看一下等会另外一家是什么种族 这家的话看他建筑的摆放 还是有板有眼的 一看就知道不是小台来的 肯定是很多大台来的 也是非常的 算是中规中矩的一个选手吧 其实呢之前我打一边带一个朋友打 我一开局看到人家跟电脑一样 开局两兵赢 然后英雄不出 然后我以为他是玩什么非主流 隔了一分钟以后英雄终于在亮了 再隔离一分钟英雄终于走出来了 然后走出来以后跟电脑好像我再看不懂了 所以看到现在这些 常规一点的一个开局的话 我都是能想到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然后这里又看到一个人族 两个野生人族的话 可以将非主流进行到底了 所以说我这边是直接升起了一个基地 家里四月景的话是非常的稳的 这里是缠绕着一个修违章建筑的一个东西 作为一个职业城管 怎么能让你把这个建筑给修起来 所以说这个农民死掉以后的话 也往人家里冲过去 既然是两个人族的话 对于防空来说是非常的乏力的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拖到中期 双BW拍下去以后 嘿嘿 那个时候的话就随便玩了 这一把的话 我是想好的用一个精力龙的一个打拌打 所以家里景水不好 商店提前摆好 去烧着一下对方的一个农民 你看这个农民其实很糟练的 他在比方 诶 大家看到刚才那个细节没 对面直接反腐掉了自己的一个农民 可以看到对面的一个实力还是非常的强的 毕竟其实反腐的这些意识的话 也是体现了一个选手 强或者不强的一个理由 像我平时打天梯的话 一般就是看人家几个习惯 我就知道他的一个水平大概是在什么情况了 这里大家看到他有一个卡位的一个习惯的话 就证明他有一些不熟的一些实力 然后那边就不说了 看这边这边我被有一家人主给烧倒了 这个商店估计是起不来了 然后这一票步兵的话对于我来说也难打呀 我这边没逼你 但这个月亮景的话应该是能起得来的 但起来之前的话得不停的去修一下 拉起所有的精灵 然后对面我刚才看到大法师有个大雪瓶 我去他练到哪个点啊那么给力 这KO界回来协防了一下 现在来说的话我家里是被人家肆虐 你别打我呀 你有本事打Sky去啊 打我又没什么成就的 打Sky有成就啊 去打Sky去啊 这边Sky是给了我100的木材 还好Sky还是比较有良心的 因为这个时候我是一个经济比较缺乏了 毕竟人家两家来同时烧到我的话 我是很难守的 现在我是不停的拿精灵出去 开始补一个BR了 这边BR也是很难造起来 好不定快造起来的时候被人家给打退了 现在整场了 诶 对面怎么看到我 看到有几个农民呢 有农民的话 开始修塔了我去 你这是真的是玩那么狠啊你 我们是好朋友好不 你这样玩的话我们怎么做朋友 这逼我满地图都造BR了 我BR起不来的话 我估计这把我就很难打了 所以我要加紧时间去起一个BR 这边二本好了Sky是给我的200的木材 我提前拉了个精灵去中间买一个猫哥出来 猫哥防T2的话还是可以的 4号有一个血瓶 现在我一个工具顺序就是先打一个农民 农民打死了 塔起不来 这游戏还可以继续 但是如果塔起来的话 的话这游戏有点难玩 然后对面另外一家又拉了不少民兵过来 哎呀我这现在怎么负面受敌呀 Sky这边就一个AC一个白虎在这帮我打 你压的也是没别人吗 在这个时候Sky是很配合的拉几个农民过来 这几个农民估计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可以爆下水人什么的 在守完了第一波TR以后 第二波TR在外面开始造了 这有点烦了 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也得不停的去补一个BR 然后BR快爆的时候赶快去年退掉 如果被强行点多点爆几次的话 我就可以不用玩了 这游戏可以结束了 Sky在利用他的一个白虎 不停的去蹭人家大法师的血 然后我这边利用两个英雄 不停的飘的一个走位 用我的娴熟的一个操作 然后来拉扯对边 来调动对面的一个 富特门的一个走位 我现在想买一个魔瓶 但是 是荷包里没钱了呀 这买不出来呀 这游戏设计的太不科学了 应急的时候应该是直接给我点东西 这买不出来 怎么让我愉快的玩耍 现在来说的话 对面三个塔也是在修 我一会难受 但是这个时候 地上怎么有骷髅啊 难道Sky出了个游侠 这个时候游侠还是防天然的力气啊 好我这个熊猫也是喷了一口 我发现人家步兵也是一点感觉都没 有点让我尴尬呀 这后面来说的话 Sky也是不停的用他两个英雄 再打一个骷髅 然后我这KO机的话 现在没血了 这血拼我也买不出来 卖完了没敢信 这怎么卖的脱销了 这如果是我家里的什么键盘鼠标 卖脱销了 我得高兴生啥 证明来说的话 我家里是被烧的不行了 然后Sky这旁边 诶 骷髅是非常的多 我现在是最后一把火 帮你一喷 圣塔点爆的话 这游戏的话就还可以继续了 因为对面是因为打完了一波 很难再补起第二波了 KO机自杀以后 这白虎有点虚啊 赶快进来 我给你喝水 我家里的水是为你而做的 赶快的来喝 诶 这个时候对方的一个大法师 刚想说他快死了 怎么直接是姓冲哥满血的呀 然后对面直接说 说好的上一把买 外射零食呢 这个时候我难道理一理 我没时间打字 我现在在防守当中 现在猫哥又一把火了 准备转头一喷 然后直接是喷到对方 很多很多的血的 地上铺楼跟步兵的一个数量 好像开始成圣比了 我这边AC也是开始量产了 有AC的话 设这个塔设得非常快的 大家看到 两个AC设设的塔 基本上设几下才爆了 但对面也是 诶 塔怎么好了 关键是个塔好了 这感性 但是还好的就是 我们现在来说的话 兵营是起来了 可以不停的量场AC 然后我英雄也复活了 现在我可以利用我的一个 很漂亮的一个建筑学 来防守这一波 对面来说的话 是打跑了一个 只要打跑了一个的话 另外一个也是活不了多久的 现在对面直接是来骚扰了 说我们来聊天吧 我真跟你聊天 我打了满手满背 都是汉的玩跟你聊天 你不是开长途国际玩笑吗 你这 大家看到我这个AC 所以也是各种在拉扯 毕竟对面一个步兵 打AC还是比较刻骨的 大家看到我们这飘移的一个 很快的一个隐身的一个操作 可以证明 实在是说我操作烂 但明显是在黑我 你们不能信他的 得看我这第一视角是多么的犀利 现在对面是打完一波的大法师又回来了 但是回来是回来 我证明也是手术了 AC的数量是越来越多 配合Sky 证明有个鸟德 你说人生最安逸的事情 莫过于就是鸟德打步兵 这步兵看鸟德一点反应都没有 而鸟德打步兵的话是一个双美攻击 这个大法师应该快死了 最后一把火一喷 谁带他上天 但是带走了以后 对面是又拖了一波冥冥过来的话 这波是很好给他守回去了 我只能说这把我真的是差点玩脱了 你们一来敢去打Sky不 其实Sky防TR的水平没我高 你看我在万军从中的时候 还是会找时间把我快打爆的BR给取消掉 要是Sky的话 绝对打爆了就打爆了一点都不心疼的 好 这边来说的话 我们打守成功了以后 这一波可以来一波反击了 这一波反击的号角是吹响了以后 我们把所有的兵力都开始往人家家里都拉过去 其实现在来说的话 对面两个人猪除了步兵 除了敢死队就没有任何一个东西了 而我们是非常科学的 AC加鸟的一个经典组合 大家看到Sky的一个鸟子是非常非常多 这个点步兵真的是不弹的 就等于是随便在A 然后对面说上次我直接是用恐惧魔王 玩弄了一把他的朋友 但是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已经失忆了 我间接性的失忆了 这个时候大家不要在意这些细节 人老了以后总会失忆那么一点的 但是不要 但是Sky这里是要进屁了 对于他家里是被人家给 骚扰了 但是正面来说的话 AC数量是非常的多 这里完全不虚了 猫狗往前面一顶是非常的硬的 然后对面把所有的名秘给敲起来了 现在我是该走就手 男子汉大丈夫要能屈能伸能长能短 现在他是边有点多的 往后面撤一下 不然他等会真死完了 他就不好玩了 现在我回来以后 哎不要跑 是男人不要跑 我说的时候 转头的时候你不要走啊 我们来打一下呀 这个时候对面一个水人速度 被我的AC妹妹各种调戏射都不行了 对面直接打出了一个机器 哎这把来说的话 真的是心跳玩的是比较多 差那么一点就玩脱了 如果你们下是打Sky的话 真的可能把他打下来 但打我的话 我这边操作也是非常可以的 防T2的意思也是非常的给力的 然后对面直接说了一个 祝我们生活愉快 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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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在YY平台上 遇到这么多好玩的朋友 那是不是人高兴的是 好 这场跟Sky的222天梯行 结束到这儿 但是呢 你们肯定又会说 一场时间太短了 我看这时间也才十分钟 好吧 那我必须再另加一场 来满足一下你们这些人的受益了